韩素希近日任爱大八岁男星柳俊烈 也让众多请回答1988剧迷感叹 过去引请回答1988结缘 曾爱情长跑七年的柳俊烈集会力 如今是真的回不去了 萤幕CPB的新闻近年来并不少见 很多因戏生情的一个原因 都是越看越顺眼 一个人如果频繁接触某人或者某物 会对其产生更多的好感 这种心理现象叫做曝光效应 演员们在同一个剧组拍戏 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根据曝光效应 这种情况自然容易暗生情愫 若是要试验情侣 再距离牵手 拥抱 亲吻 就更容易因戏生情了 拍感情戏的男女演员 每天做着浪漫的事 成双入队便容易产生认知失调 为摆脱这种状态 他们的认知不由自主发生改变 会把对方当成自己真正的伴侣看待 完全如戏 此外 在拍感情戏时 演员会有很多亲密的身体接触 这会引发体内多巴胺和垂产素的释放 这些化学物质会引起愉悦感和快感 也就是说 大脑认为你就是爱上了对方 然而这种感觉来得快去的也快 不管是近期让人惊掉下巴的 柳俊烈分手会离火速认爱寒素希 还是宋仲基宋慧桥 万中瞩目婚礼的崩塌 男主和李盛竟短暂认爱后的离开 现在只剩玄斌孙艺珍和他们填到最后 音系生情韩剧CPE 请回答1988柳俊烈会吏已分手 柳俊烈及会吏过去透过景点韩剧 请回答1988结缘 两人当时在剧里没有修成正果 西外却燃气爱火 于2017年8月宣布恋爱 恋情受到大批剧迷支持 而惠丽与柳俊烈的感情也一路稳定长跑多年 远先粉丝都看好两人会结婚 没想到去年11月柳俊烈及惠丽却突然宣布分手 结束7年恋情退会为彼此应援的同事关系 令许多粉丝都大感不舍 然而惠丽及柳俊烈才分手短短4个月 柳俊烈与韩素希的恋情就随即被曝光 许多网友都出声质疑韩素希 以第三者身份介入了柳俊烈与惠丽的感情 身为前女友的惠丽 在绯闻消息释出后也PO出一则IG限动 卸下真有趣三个字 随后韩素希也以IG呛声回复 我不会喜欢有对象的人 我的人生中没有欢称恋爱 我也觉得很有趣呢 回应自己被当成小三的状态 而后韩素希也承认与柳俊烈的恋情 并重申自己并非第三者 同时也向惠丽进行道歉 后惠丽也接住向大众及韩素希致歉 表示自己因为自身的情感波动而造成别人伤害 而事宜之词 许多人也感叹请回答1988 德善正换CP真的已经回不去了 现在早已成名的柳俊烈肯定忘了 每天早起在德善门口寄一个小时携带假装偶遇 下雨天跑到自习室给他送伞 自己临时了回家 背靠着门投笑的欢愉 在拥挤的公交车上一句话不说 默默分开汹涌的人潮来到德善身边 像个英雄一样把他护在胸口 那种小心翼守护 爱在心口难开的感受 的确是该好好告个别了 音系生情韩剧CP2 爱的破响选宾孙一珍 21日选宾孙一珍 以及好友孔刘李洞序 一起出现在MLB的现场 可以说狗粮撒满 他们夫妇 过去凭借高人气韩剧爱的破将 收获大批粉丝 更被鼓吹假戏真做在一起 而破响CP也真的爱火 从戏里延烧戏外 在2021年元旦被递舍爆出恋情 两人随即大方认爱 并在2022年完婚 童年生下一子 童话般的爱情故事 让粉丝心动不已 虽然MLB是二人缠字后 首次在公开场合一起露面 不过去年圣诞节时 选宾和孙一珍 还被拍到在日本甜蜜约会 甚至多次在高尔夫球场放松遭遇到 即使生了孩子 也不忘享受两人世界超级甜 因细生情含剧CP3 最后之舞 池胜李宝英 与玄斌孙一珍一样 在MLB被拍的还有池胜和李宝英 二人更是因为在享受二人世界时 路牌拍到前排单身的车影又吃热狗 备受粉丝热议 池胜和李宝英 2004年透过电视剧《最后之舞》结缘 当时池胜对李宝英一见钟情 然而李宝英原先不想和演员谈恋爱 曾狠心拒绝池胜的追求 而池胜甚至还因此考虑要放弃演艺生涯 幸亏李宝英最后被池胜的诚意打动 两人在交往六年后也与2013年完婚 如今作用一子一女 前阵子甚至还带着情侣帽 一起去电影院约会 结婚11年仍甜蜜依旧 难怪能成为演艺圈公认的神仙夫妻 因细生情含剧CP4 太阳的后裔宋仲基宋慧桥已离婚 人称宋宋CP的宋慧桥宋仲基 也是很令人难忘的韩剧CP 两人因韩剧太阳的后裔结缘 拍摄过程中就屡次传出绯闻 但两人都坚持不认爱 直到2017年7月5日 才直接透过经纪公司发布闪婚消息 王子公主的童话婚礼 当时占据了各大版面头条 然而宋宋CP的婚姻 却仅维持不到两年就破局 让许多粉丝都感到很心碎 因细生情含剧CP5 黑暗荣耀李道谢林志妍 李道谢和林志妍 是去年新诞生的高人气韩星情侣 两人凭借2023年度 现象及含剧黑暗荣耀结缘 从同事发展成恋人关系 相差5岁的两人打得火热 不仅林志妍在第59届百想艺术大赏 颁奖典礼上公开感谢男友 李道谢也曾在《坏妈妈》的剧中访问里 提及对于林志妍的爱称及互动模式 而即使李道谢正在入伍服役 为了新电影破目宣传请假 两人却仍被目击 在休假期间甜蜜约会 看来嘴翁之意不再久 好感情令人呈现 音系生情含剧CP6 剧众妖精金付诸 男助和李盛京已分手 男助和李盛京本身就是同公司出身 合作主演举重妖精金付诸侯 不少观众都直夸 男助和和李盛京真的好配 没想到男助和及李盛京的爱火 也从戏里延烧到戏外 在2017年4月公开认爱 两人从外形到身高都很大 在剧里互动也很高甜 恋情备受看好 不过后来男助和和李盛京 因为形成繁忙的原因 仅短短交往4个月就和平分手 让不少CP粉都大叹 可惜因细生情韩剧CP7 夹和万事成金素颜李尚宇 金素颜及李尚宇 是韩国演艺圈恩爱夫妇的代表之一 两人过去因合作夹和万事成而相识 当时李尚宇在拍摄过程中 逐渐受到金素颜吸引 因而对其展开追求 两人交往一年后也随即步入礼堂 如今已经结婚6年 感情依旧甜蜜 常常在IG上放闪闪恩爱 因细生情韩剧CP8 创造情缘柳珍齐太映 柳珍和齐太映这对明星夫妇 同样也是假戏真做的案例之一 两人过去因拍摄电视剧 创造情缘结缘 相识一个月就坠入爱河 隔年遍布入礼堂 婚礼时齐太映的誓言也感动许多人 因为柳珍我想变成更好的人 我会用我的一辈子去挨坐着我身旁的这个女人 如今两人结婚已13年 依然非常恩爱 实在是演艺圈夫妇的典范